这几八成是给你长长记性 是 多谢楚大师不杀之恩 我今后一定洗心革面 无许做人 滚吧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楚大师在下虽不知古学二人的阴谋 但毕竟参与了此事 还请大师责罚 责罚就算了 你迟迟不肯离开 应该是有事求我吧 必然资质愚钝 多年来一直未能突破 还请大师指点迷津 看在你知错就改的份上 今日我就送你一份机缘 突破了 我竟然突破了五途径 你日后绝不可再为非作乃 否则我定不轻柔 弟子谨遵楚大师口谕 这张卡请您一定收下 了表弟子一点心意 这是 竟是枫华集团的紫金卡 那可是整个江南省最顶级的高端餐饮集团 多谢 整个江城拥有那张卡的人也不超过三个吧 王总 刚才那信古的有一点倒是没说错 你家进来的灾祸 确实是因为那幅画所致 楚大师 看在灵二的份上 请您出手救救我们一家呀 消失而已 楚夜你真厉害 一下子就识破了坏人的真面目 我的偶像果然非同一般 古天师 这么晚了您有什么事吗 劳烦通报一声 我有急事找夜天师相伤 老古 你怎么受伤了 脸还肿得这么大 整个江城 应该没认识你的对手啊 有个叫楚异的小子 我估计已经有武徒后期的实力 想请夜天师出手 替我教训教训他 古家老祖闭关多年 据说一脉入武师 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好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 我定叫那小子生不如死 雷子 咱们好久没见了 今天我请客 想吃什么随便选 我都行 你来订吧 那就这家 凤和阁 这不是很有名的高端餐厅吗 楚夜 这里太贵了 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你一个人在江城也不容易 别这么浪费 说得没错 穷光蛋就别自不量力了 底层打工人请客 还是去吃大排档吧 别拉低了风华阁的档子 楚夜 杨绍说得对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周姐是你啊 又换了新的男朋友 上次看你带的可不是这位 你 请问几位有预约吗 没有 不好意思 我们风华阁是预约制 需要提前三天排号才行 楚夜 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也不一定要飞在这吃 别急 不知道这张卡 能让我们进去吗 这 这是风华集团最顶级的紫金卡 二位请进 里面会安排专属人员为您提供服务 什么 这个穷小子怎么会有紫金卡 难道他有什么背景不成 你想多了亲爱的 楚夜跟我一个办公室 就是个农村来的 这卡说不定是他从哪里捡来的 说得也是 不好意思 梅花厅已经满了 请您一步催竹厅 为什么 我提前一周就预约了梅花厅 怎么会这样 您预定的位置让给了前面的两位先生 凭什么 明明是我先的 因为他是拥有紫金卡的至尊客户 在风华阁享有最高级别的待遇 不过是一张破卡而已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华盛集团的副总经理 抱歉 就算你是龙傲天 今天也进不了梅花厅 这不是杨总吗 你也来吃饭啊 怎么不进去 有人杰族先瞪 抢了我的位置 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打杨总的脸 是 是他 苦大师 杨总 看在我们有几分交情的份上 奉劝你一句 这个人 你招惹不起 你好 楚大师 上次在酒吧 使我有眼无珠 出言不逊 多有冒犯 您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 李绍可是江城赫赫有名的富二代 居然像他点头还有 那小子来头肯定不简单 亲爱的 那些人都有毛病 咱们不理他们 去别家吃吧 这屁 连自己同事都不了解 老子差点被你害死 喂 新阳的 给我站住 这位女士 如果不就餐 请尽快离开 可恶 又是这个楚衣坏我好事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女人好大的怨气 倒是可以利用一番 楚衣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这些富二代都来巴结你 我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人而已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嘛 自从你上次在凡事集团帮我说话之后 公司所有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了 你想多了 那是你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 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方便就算了 这份人情我不会忘的 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开口就下 没想到一顿饭吃到现在 楚衣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害的 楚衣 都是你害的 她这是 她身上好大的怨气 这是干嘛呢 这么热闹 我们哥俩也想一起乐呵 看来他们都是被人用术法控制了心智 哼 这可是我们叶家独门射魂咒 中轴之恩力量和速度会瞬间暴涨 就是无图后期也难以辟敌 楚衣 今天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那就只好请各位失点苦头了 什么 谁在背后搞鬼 快快现身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臭小子 没人教过你要关爱老人吗 我已阁下无怨无仇 为何要暗算于我 少废话 你得罪了五天时 就是与我们青云谈为敌 今天必让你付出代价 我来 哼 雕虫小技 定 你这火 是拿来给我暖手的吗 不可能 就算是五师镜 凝结我的三妹真火 也不会毫发无损 你 到底是谁 怎么你们都在问这个 我已经说过了 我只是个打工人 可恶 失算了 我一想到他比老鼓说的还要厉害 我都不咬不 我以为你 我们有的 我都不想到你 都不想到你 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